在這個下午時間內要走入時光隧道 來到了這個 我們現在很少接觸到這個年代的東西 特別是現在我們所謂的月經樂器科技 什麼東西都很模仿 但是現在我們要再說一下 這次是為了這部眾同性的新書之夜來到節目當中 今天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在戲裡頭這30、40年代 我們兩位帶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要不要再等著說一下 我們要不要再問一下 我在這部戲裡面是飾演一個歌女 然後我們是從上海來到新洲 那是為了逃避戰爭 那一切就從新洲開始 所以那個故事就是從這個歌女的地獄 不管是她的生活也好、愛情也好、事業也好 就從那邊開始展開了 當然就在上海的時候有一段感情 但是這個是一個其實蠻可憐的 她這個人物 因為她沒有辦法和她的情人忠誠捐觸 所以她心裡面一直懷疑這個人 對 算是一個蠻悲的人物嗎? 就是在戲裡頭 有點悲情的 我覺得悲啦 不過有些人看了可能會覺得我有一點快樂 又飛又快樂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看 現在角色在戲裡頭如何轉割 那第五其實但也不是疫情 葉德森我也是 因為她會出現在什麼發展 對不對 對 因為一個在上海 學院大條例 然後就 沒有過的 就要很難以 很意外地就會來到了新洲 然後就住進了新洲的大大樓裡面 然後一個在上海到新洲的路上 也是 就是 威脅人的學生 然後也 所謂的 一個 覺得她是初戀 親為天人 對 她也是我的救命 是 她是兩個人 對 我就在電視鏡鏡上 就看到我還威脅的回眸一笑 然後替我的那個人一次打掌的背影 所以這樣子 我一直會出現在戲裡頭 每次 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每次都是我安全的 她們喜歡我 現在 終於有機會給她 給她 給她喜歡我 我完全的 哈哈哈 其實這不是你們第一次 介紹這樣的一個 戲劇背景的作品 對嗎 因為之前大世界也是類似 不過現在是更久遠 理解一點 對 其實因為三十年代很久 我覺得很難找資料 幾乎是 完全是找不到 雖然我們早也是很平衡 所以不容易真的 我覺得 那替你呢 自己又不是 說真的 你不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 新州資業社 就是三、四十年代 新州新加坡的那個面貌 那你又怎麼樣做一些準備 或去描解當時候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這部分的東西是交給你 造型的 所以 哈哈哈哈 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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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至於 造型的怎麼樣 然後 那些現代的 那些 環境 氣味 怎麼樣 交給大家 太期待了 那你們呢 什麼新發行呢 就是演了這部戲之後 因為要投入那個角色 那個 眼神啊 自己動作 都可以這麼麻煩的嗎 對不對 當時候 有沒有說 做了一些 在肢體上的 我都覺得蠻自然的 可能是因為 穿上的那個氣泡 本身那個動作 什麼都 都沒有 好像現在這樣可以這麼好仿 所以我覺得 那個服裝方面還化妝 他頭髮也是眨得美美的 所以 你不可以亂動 一亂動就會亂 所以 不想是整個造型 幫幫助我 就不會說 好像那個 舉動太過的模特 也沒有說 很刻意地去調整 就是我想 體驗自然 就是 因為 可能當時 那個年代的 戀人 這眼神 比較含蓄一點的法 會這樣子嗎 聽到我說 很含蓄 OK 所以你也是 很含蓄的 眼神看著很愛人 對 OK 多謝 OK 但是呢 這戲裡頭 因為有歌唱 舞蹈的部分 當然我另外提起 我的自己笑說 這幾個戲裡頭 其實創過滿多首的歌曲 有沒有唱歌 有沒有機會聽到戲補唱歌 他的答案是 沒有人 就是拉小提琴 那這樣子 是不是不開心 沒有機會唱歌 不是 我是隨便寫歌的 唱的就是 威脅 其他的 比如說 像 威魂 那 那白威手呢 因為這裡頭要唱歌 跳舞 每一個對你來說 比較私利 我覺得都還好 我都希望可以 又拉小提琴 又唱歌 又跳舞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的導演 也很照顧我們 他們也不想讓我們 出來的時候 看起來 硬咚咚 對 他們都會用鏡頭 幫助我們 或者是 加一些煙 什麼的 那這種問題 其實是抓那個感覺 我想 那唱歌呢 我們就 專業歌手 幫我們 再唱 所以那個就由他們 去擔心 我們就只需要 把那個 那個 詞的那個 情感表達出來 我想那個就夠了 背詞難嗎 背歌 不會難 因為我唱歌也唱了 我也有練歌練了六年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唱歌不會太難 背歌詞也不會太難 只要明白那個 歌詞裡面的那個 那個含義 我覺得就OK了 因為那戲裡頭 有厚厚帶方 所以反正時候 要對嘴 對嘴的時候 你是真的唱出來的嗎 現場的那些現場的 演員們 有機會聽到你的歌聲嗎 我是唱出來 但是其實難度是在 那個 因為他們的歌手 歌手有歌手的詮釋 他有他們的理解 所以他們在唱的時候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情感 那我也有我自己的情感 所以其實在 要對到他們的嘴巴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他們在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錄音的話 你就會擠著 你自己是用什麼樣的 一個情感去去去去錄 但是你在 因為不是你自己去錄 會變成 我一直在 特別是那個 他們進入的那個時候 的第一劇 我覺得很難抓 對 很難抓那個第一劇 劇的那個 所以那個對我來說 是每次我自己一直要聽 一直要聽 所以這故事真的是 劇場 但是音量一點 然後要唱 對不對 但是我相信呢 這次很多朋友都很期待 這次因為裡頭的造型 可以說是美美的對不對 每一套衣服都很漂亮 很出味對不對 是 然後我們繼續在聊 那當然呢 因為我在心裡頭 這個角色 後來會更是怎樣 還是繼續的悶悶在一起 就是因為她的情感 就是比較內面的 接下來呢 他們在心裡頭 因為他們的發展會怎樣 我們稍後再繼續來講 在心裡頭呢 為白衛衣袖這個角色呢 幕後代唱的就是 許美靜小姐了 白衛衣袖之前有沒有碰過她 也沒有跟她見過面這樣子 沒有 從來沒有 但是我相信也被她的聲音 給深深的吸引住了 對吧 就聽她唱這些歌的時候 也有那種莫名的感動 然後那時候就 該你說要抓她的那個唱腔 其實還不容易 後來就經過了多久 然後才覺得說 那個導演說OK 你就馬上可以進入狀況 其實到最後 除了對嘴對準之外呢 導演們都要求我們 就是把那個重點放在演戲 就是不要去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在錄的時候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那個音樂都還不是 final的 也就是說 我們就只能對著那個嘴去拍 但是那個感情呢 它就說 照著我們的人物的那個感情去 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人物的那個歷程嘛 所以我們會比較了解到 那個人物到底是 在經歷什麼樣的情感 然後就以那個為為中心 而不是去太過在意 要怎麼樣去對得太很準啊 或者是他的每一口氣氣什麼 我們都要抓得準的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還是在戲 OK 那寫這些歌的人就是 這個七五語裡頭 演的這個角色 這個疫情音樂創作人 可以這麼講 那在戲裡頭寫了多少首歌 很多首吧 四首 四首歌就是美金太長 就是專為白衛秀演的這個角色而寫的 其實也不是 有一些是在還沒有遇到 就是從還沒有重遇到 維修那個角色之前寫的 其實 就是我剛才你在播那首歌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 因為現在可能我們拍完了之後 跟你 跟你們還沒有看到那個劇情 可能聽起來這首歌的感覺有點不一樣 嗯 其實在戲裡面我寫這首 這些歌的那些歌詞 其實是在表達發生過的一些事情 嗯 然後我覺得當你當觀眾們看完 看一邊在看那個故事的發展 然後一邊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更加能夠體會的到 就是我當時寫那首歌的 是要講些什麼東西 是要表達一些什麼東西 嗯 OK 那感覺會很不一樣 就更加的貼切 對 因為我從上海 在戲裡面從上海來到新洲的時候 因為就是人生地不熟 經歷了一個人到了新洲 然後經歷了很多東西 也在新洲 第一是遇到了夢中情人 也遇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朋友 然後各種各樣的人 又因為在那個 住在那個大闸樓裡面 就有一點其實 我剛我當時讀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很喜歡那一段 因為我覺得那一段 很像有一部戲叫 七十二家訪客 嗯 就那種各式各樣的人 都有雞女啊 賣藥的啊 或者是幫人家看病啊 或者是各各式各樣的人 都會住在那裡面 然後又包豬博啊什麼的 就很好玩 然後我在一個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就經歷了很多東西 也看到了很多東西 尤其是在當時那個年代新洲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窮困 非常的各種各樣 就是生活非常的艱難 但是同時我又看到了很多 比如說世間很多一些比較 溫馨的東西 當然也有一些很殘酷的東西 嗯 所以各種各樣的東西 加在一起 就我就有感而發 就寫寫了一些歌 嗯 然後其實那些歌詞 我後來在我們在拍的時候 在場景拍的時候 我們有去唱出來 嗯 就是我在拉小提琴 然後給他們唱出來 因為他們在找找那個歌 在那個百樂門去表演 嗯 然後在因為我們每個演員都知道 我們那些歌詞裡面的意思 所以在唱的時候非常的有感覺 嗯 我相信觀眾在就是在看那個故事發展的同時 又在聽到這些歌的時候 很能夠了解我們到底想要講些什麼東西 嗯 四首歌裡面其實我想兩首 他是為他的人物 是為我的人物寫的 嗯 就聽了我的故事之後 他就覺得他很想幫我圓這個夢 就幫我寫的歌 所以其餘的就是你的生活聯想 然後創造的 所以這部戲一定要支持 因為你沒有看的話 就不知道這些背後的一些故事 歌曲裡頭到底要講些什麼 要解釋得去而且 而且我覺得這個 因為歌詞是那個 陳嘉明 對 我覺得他的詞很好 超棒 那之前包括之前那個小娘的 他的那個 那個也是很好 嗯嗯嗯 那其實在戲裡頭 我們真的在那個年代 那就寫歌的 就可能就 嗯 因為不是太好的齁 好像蠻流 蠻潦淌的 對 那這部戲裡頭呢 最後這位寫歌的這位 呃 他的名字很可愛 摸你光 他就有這樣子的稱號嗎 其實他的名字叫做莫里廣 對 最後他的下場是悲慘的嗎 還是 就是不悲 呃 我覺得其實這個 這部電視劇是 雖然三十年代 大家都很艱難那個時候 無論是上海也好 新州也好 都很艱難 但是我覺得這部戲 呃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東西 有一些 好像明正暗鬥的東西 也有一些 很現實的 也有一些溫情 呃 包括了愛情 親情友情 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呃 大家在看的時候 可以找到很多 不同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 我覺得有時候也可以 對號入座吧 嗯 因為我覺得 嗯 很熟悉一點 是是是 那說到愛情當然呢 兩大女主角男主角 應該是在戲裡 戲裡頭有很多 情感的糾葛嘛 對不對 呃 愛到要生要死的那種 是嗎 嗯 他愛我吧 我沒愛他 我知道這戲裡頭 好像是這樣子 就就呃 他愛你 然後你不愛他 然後後來 因為你的事業 要尋求突破 你就去找了這位奸商 就希望能夠靠和的關係 讓自己紅一點 對不對 但是太 其實那是很簡單的說法 可能觀眾看 他們也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但其實這個人物 呃 他是在避雨無奈之下 因為他是一個呃 比較顧大局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是在這個歌舞團裡面 所謂 歌舞團算是他的家吧 所以如果說他他被趕出歌舞團的話 他就根本是無家可歸 就就好像少了一個親人一樣 所以當那個宋喬兒就是惠文飾演的角色 他一直要逼他 而且他要他的命 然後要把他趕出歌舞團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你把我趕出家的話 我不是沒有地方去 所以他必須要 反擊 找他自己生存的那個方法 所以就唯一能夠幫到他的呢 其實就是最有錢有勢的人 那就是陳浩瑋飾演的徐坤 那是那個年代的setting啦 那這個年代 威修也是為事業很拼的嘛 就是會很願意付出很多代價來爭取到東西的 還好啦不會 我是挺就是in the moment 就是看我覺得 我把眼前有的工作做好 那其實那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會怎麼樣 我還不會去想太多 嗯 那其實這部戲大家都覺得說 因為是年度大製作 然後每個人都對你們的角色 抱以相當大的期望 就說啊一定是可以角逐影視影帝 這樣子演起來 會不會格嘉的有壓力啊七五 我是不管的 也不管 其實我覺得拍出來 雖然怎麼大製作也好 不是大製作也好 其實大家拍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 嗯 你這算把再多了錢放在一部戲裡面出來 那個反應會是很好嗎 可能也沒有人能夠擔保 嗯 我覺得其實現在拍戲對我來說 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開不開心 嗯 然後我覺得在拍的過程當中 因為好像威秀 他是我的 呃 大家演很多戲了 然後在這部戲裡面 也有很多一些新的演員 第一次跟我演戲 好像 總江啊 星奇啊這些 都是第一次跟我演戲 有老對手 也有新的對手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一起反而很很融洽 嗯 每天都很開心 他是 他是那個帶帶頭的那個 真的 他最愛鬧的就是他 整天都帶頭在那邊搞怪 這個 不像咧 我就說他不像 可是他就是他喔 他就是那個帶頭 像什麼應該報了一下 每次被罵就是我們被罵 因為沒有人會想到是他 對不對 所以每次笑得最大聲就是我們這些女生 笑得很大聲 然後就會 然後大家就會被罵就是我們嘛 因為我們笑得很大聲 對對對 其實是他開始 真的 你要說一件事情讓我們驚然一下 因為我們不相信 這很難說耶 真的 我真的就是 會不會就是故意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不好笑 很難再這樣 現場就不好笑 現場發生的時候 其實那整個環境 然後你也要懂 就是 你要在那個情況下 你就會明白 然後就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我這樣子講出來 會覺得很冷場的 就沒什麼意思 了解了解 因為我覺得平時在那個現場 大家在一起相處 很自然的能夠把那種感覺 放在 再進入到戲裡面 不需要很刻意的去演 大家很熟 或者是我跟你很好 這樣的東西 就很自然 拍了多久 很久吧 其實拍了四個月 說起來也不久 但感覺上很久 我也不知道 因為是久遠的年代嗎 最漫長的 是不是啊 我覺得很久 我想阿瑋也是有同感 好久啊 感覺上 我問他為什麼 就是因為步伐比較慢 因為在戲裡頭 那個setting的話 就是什麼東西要慢慢的 婀娜多姿的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 時光好像被拉長了 我不懂耶 是因為 因為這部戲 我們拍的地方 都不是一些現代的景 然後都是我們有時候 可以搭出來的 然後搭出來 可能鏡頭裡面看到的 觀眾看到的 可能是很華麗的一面 但是其實現場 有時候是挺髒的 然後很多灰塵啊 很多什麼的 所以就 有時候我們也覺得有點噁心 他比較慘 因為他在大閘樓裡面 我的是 因為我是在那個歌舞團裡面 然後都是劇院啊 什麼的 所以都很美 都挺乾淨的 但是可能因為 要花時間去打燈啊 然後花時間去抓那個 拍出那個感覺 所以可能拍攝的過程 會比較長一點 再加上因為我們有歌 有舞 所以因為我們又不是 專業的舞蹈員 所以就變成在跳舞的時候 又要好像 有時候跳得不好 然後又要再來 或者要轉別的鏡頭 太多一點鏡頭 來幫助我們 那歌當然也是要 要剪啊 什麼的 所以我想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拍的比較長 因為這部是一部所謂的 比較懷舊氣息的劇種 就是要到那個三四十年代 那後來拍完了 會不會覺得 有一種很莫名的感覺 要回到現代 有這樣子的感覺嗎 迫不及待 我跟他相反耶 我剛拍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好像 很不習慣 很奇怪 然後就突然間 好像要出席活動啊 什麼的 然後要畫那個 很MODERN的妝的時候 我覺得很怪 然後我也不知道 怎麼跟人家講話 你知道嗎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應對媒體啊 不知道怎麼跟陌生人 好像打交道 我就覺得 死了怎麼辦 會齁 就就 要一點點時間 才能夠抽離出來 是是 那其實我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也沒有問題 那麼渴望能夠 回到現代的世界 因為我覺得感情 都是幾個人之間的 無論是什麼年代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關係 好 那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支持這部戲啊 新週之夜 因為呢 這部戲呢 全場三十集 而且呢 剛才已經聽到了 他們說 這個戲裡頭的場情啊 是費了很多心思 搭起來的對不對 然後戲裡頭 有很好聽的歌曲 有好看的舞蹈 就讓我們一起呢 走入這個時光隧道呢 來到了三十 三四十年代的 新週之夜 我們再次 感謝兩位上節目 也希望這部戲的這個 收視率 對 收視率會爆紅 謝謝兩位 謝謝